天麻配遗物专制高血压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从事临床工作40年 帮助无数的高血压患者 恢复了正常的指标 有一个方子是我用的最多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出来 下面就结合一个病例 帮助大家去理解 有这么样一位患者 她是45岁女性 来找我的时候说 只要情绪一波动 就会感觉到头晕头胀 面色潮红 严重的时候 还有耳鸣失眠这些情况 一侧血压就高的离谱 除此之外还会出现 腰酸口干这些症状 看了她的舌相属于舌红少胎 而且胎还略黄这样的现象 辨证以后 她是肝肾的亏虚 肝风有内动这样的症状 什么意思呢 长期的忧思欲怒 就导致了气欲化火 噪耳生风 所以治疗的时候 要滋阴潜阳 这是治本 西风止经 这是治标 在中药里边 就用天麻沟腾饮 调理了一段时间以后 她症状明显的有了好转 所以这里边这个方 就是重要的 天麻和沟腾这两个药 天麻是平肝 西风止悬晕 沟腾平肝火 清肝热 这两个药 天麻和沟腾的搭配 使肝风得以止 血压能够降下来 小小两味药 十几块钱 从头到脚 化晕血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首先教大家自测一下 体内到底有没有瘀血 你对着镜子 看看自己的舌下 如果你舌下的这两条青筋 又黑又粗 这说明你体内的瘀血 已经很严重了 瘀血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 这些瘀血会阻碍气血的运行 气血运行迟缓了 就会引起了心脏的供血不足 长期下去也会逐渐发展成为 关心病啊 出现胸闷胸痛这些症状 如果要化掉这些瘀痣 也并不难啊 今天一个两个药的小方子 就可以化这些瘀痣 这就是三七和西洋身 他们能够把身体里边的瘀血 像大扫除一样去扫除到体外 西洋身呢 可以滋阴补气 可以有生经的作用 而且不上火 三七呢可以活血止痛化瘀痣 两个搭配起来 既能让气推动着血的运行 又可以起到一个扩张血管 溶解血栓 减轻血管瘀堵的作用 对于关心病心脚痛 供血不足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有着明显的效果 要的剂量呢 需要根据患者的情况 随症加减 气虚弱一点就多加一些 西洋身 如果血瘀的重一点 三七的用量就稍微多一些 如果你也想用这个方子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告诉我 我来给你定制适合你的方案 小小四味药 通血管的大功臣 血栓自己消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堵塞了 有斑块的这些朋友们 别再花冤枉钱 最近呢 有粉丝把自己买的一些药发给我 我一看呢 很多都是保健品 治病的作用呢 肯定比药要小得多 而且价格呢 是比较高的 今天呢 教你一个方法 省钱还好用 有高血压 关心病 动脉硬化 血管堵塞的朋友 要保存好 血管堵塞呢 多鉴于是血瘀体质的人 血液比较粘稠 像粥一样 流动就缓慢了 很容易就堵住 下面我们参考这四味药 单身三七 一般啊 这个比例上 五比一的比例 去打粉 山楂和山珠鱼 这两个药呢 它可以放在一起煮水 煮好了水以后呢 用这个水呢 去冲 刚才我们单身和三七的这个粉 这样去用的话 能够有效的去改善 我们血液中 棉稠的这种情况 让血液从粥一样 变成像水一样清测 流动起来 就自如了 就没有淤堵了 自然呢 也就不容易被堵住了 具体的用量呢 需要根据大家堵塞的情况 和有没有斑块啊 斑块的具体位置啊 还有你的血脂的情况啊等等 辩证分析 大家可以点击我的头像下方的加号 把你的情况发给我 和我进行详细的交流 山楂 加遗物 饭后 泡水盒 通血管 化血栓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生活中呢 有很多常见的中草药 可以帮助我们溶解血栓 疏通血管 就比如说山楂和单身 山楂是一种很常见的药食通源的食物 可以促进胃动力 用来调理我们的消化不良啊 食欲不振这些 但是许多的朋友不知道呢 它还有很好的活血化育作用 扩张血管的功效 山楂和单身一起呢 可以加强扩张血管的作用 降低血栓的形成 预防血管堵塞和动脉硬化的出现 单身呢 它比较硬 如果紧泡水的话 不能够完全发挥出它的药效来 我们可以取单身的饮片 给它煮水 用的单身量大约是30克以下 煮完水以后 水开了 用来泡山楂 山楂的用量呢 也是在10克左右 胃不好的朋友呢 山楂的量少用一点 这里也说明了呢 治疗疾病还得需要呢 中药副方的整体干预 心肌缺血 吃这两味药 把你缺的血补足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前段时间呢 接诊了这样一个患者 经常的会感到胸闷胸痛 呼吸不畅 特别的乏力泪 试睡 浑身没有劲 县里的大夫呢 告诉他要搭桥 巨额的医药费 让他想要放弃治疗了 在家人的劝说之下 通过平台找到我 后来呢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 他不试着这些症状啊 都得到了缓解 除了服用药物以外 还叮嘱他用两味药泡水 做每天的日常保健 他养生的观念很强 坚持按我的方法去做 而且呢 还每天坚持打太极拳啊 运动啊 所以他的效果就非常的好 那这两味药是什么呢 挡身和红枣 挡身呢 具有着补中益气 生精养血的功效 红枣和他一起搭配 增强了补气生血的作用 同时他还有安神养血 这两个放在一起配物呢 尤其适合血虚体弱的人使用 如果你也出现了这些不适的情况呢 可以把你的症状和我来聊一聊 我来帮你辩证论质 山楂加上它们 酱脂化于养血管 人人都能喝得起 大家好 我是赵一郝教授 山楂呢 是个宝 酱脂的路上你可少不了了 今天呢 教大家用山楂和什么来搭配 可以软化血管 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如果你的血脂 血压都偏高的话 或者有轻度的动脉硬化 用山楂呢 加上单身煮水 记着 加单身了以后 光泡呢 泡不出它的作用来 山楂呢 是降止化鱼的软化血管 而单身增强了 它的活血化鱼作用 化鱼通落 软化血管进一步的加强 如果你属于是 气血比较亏的正形的话 除了用以上单身和山楂一般 还可以加上 圣光期 这么两三味药 每天反复的煮水 喝上几杯 对于气虚血鱼的这一正形 鱼足了血脉 经络不畅通 动脉的斑块 血管的狭窄硬化等等 血脂偏高都有很好的效果 山楂化鱼效果好 搭配这两个宝 堵塞不再烦恼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血管五百病生 血管如果通了身体 一身的轻松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啊 三味重要 疏通我们的心脑血管 让你浑身轻松 大家点个小弧线 防止呢 滑走找不到了 这第一位就是山楂 山楂味酸 肝微温 它具有着消食健胃 行气散余的作用 并且呢 它还可以化脱降脂的功效 是疏通血管堵塞的 特别常用的药物 而且它含有着丰富的山楂黄酮 现代药理研究啊 扩张冠状动脉 血管有强心 降压 抗心率失常 还可以降血脂 对动脉周样硬化呢 降低胆固醇 降低肝油三脂 都有很好的好处 第二个药呢 就是茯苓 茯苓呢 味肝 蛋 性贫 归心肺脾 肾经 健脾 沥水 肾湿 还可以有凝心 安神的作用 第三位药呢 就是黄芪 黄芪味肝 微温 归脾 肺经 可以有健脾补中 生养局限 异味固表的作用 这三位药相辅相成 标本兼致 疏通你的血管堵塞 改善动脉硬化 非常好的组合 山楂巧搭一物 化解全身的血管斑块 人人都吃得起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粉丝朋友呢 给我发来消息啊 咨询血管的斑块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来改善血管斑块 一般呢 需要我们 三方面共同的努力 这第一呢 就是你要按照正行 遵医嘱去服药 第二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那第三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 代茶饮 来辅助化解斑块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 山楂搭配一样东西 用上它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我们改善血管的斑块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你用的时候找不到了 我们可以用山楂20克 花椒10克 加水里面一起煮 最多20分钟啊 不要天天的吃 隔一天一吃就可以了 山楂呢 和花椒这组合起来 具有着活血化鱼 温通经络的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去缓解你的血管斑块 你记住了吗 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受益 山楂巧搭一物 化解全身的血管斑块 人人都吃得起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粉丝朋友呢 给我发来消息啊 咨询血管的斑块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来改善血管斑块 一般呢 需要我们三方面共同的努力 第一呢 就是你要按照正行 遵医嘱去服药 第二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那第三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带茶饮 来辅助化解斑块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 山楂搭配一样东西 用上它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我们改善血管的斑块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你用的时候找不到了 我们可以用山楂20克 花椒10克 加水里面一起煮 最多20分钟啊 不要天天的吃 隔一天一吃就可以了 山楂呢 和花椒这组合起来 具有着活血化于 温通经络的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去缓解你的血管斑块 你记住了吗 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受益 山楂配上三物 降压又降脂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这个又简单又好用的方法 分享给大家 大家可以先点亮 小红鲜收藏起来 看完肯定对你有所帮助 这个小方子呢 就是有山楂 菊花 金银花 单身这四位啊 组成的 有消导 降脂 软化血管 清热去火 降压的作用 平时呢 可以在家里煮水喝 在这儿啊 我要强调一点 方子虽好 但不适合所有的人 因为每个人的病机不同 体质不同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 山楂配上两个东西 脑梗是最害怕的 人人都能吃得起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有轻度的偏瘫 单侧的肢体 抓握无力 全身的乏力 这样的现象 不要再担心了 今天给你分享一个小方子 用简单便宜的药 帮助你改善脑梗的后遗症 不管你是已经得了脑梗 出现了后遗症 还是想预防脑梗 都可以用它 大家可以点一个小红心 防止呢 想用的时候你找不到了 首先我们要说是山楂 它具有着健脾消食 行气化瘀的作用 临床上常用来治疗 像气质血瘀导致的脑梗的情况 用山楂呢 还可以搭配上黄芪和腹梗 黄芪是补气之杂 它入脾经肺经 将身体里边的气虚的状况改善 气形则血形 具有着通落化瘀的作用 而茯苓呢 是肝蛋 健脾肾施 养心安神 这三个搭配起来以后呢 可以共同起到健脾补气 活血化瘀的作用 你记住了吗 常吃这几种菜 疏通血管 预防血栓 让你轻松舒畅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堵塞呢 不要再怕 今天给你分享几种蔬菜 来帮助你疏通血管 预防血栓 先点小红心收藏起来 防止呢 划走找不到了 这第一个呢 就是黑木耳 中医认为啊 黑木耳是干瓶 具有着滋阴 补血 活血 化瘀的功效 它可以降低血小板的聚集 有利于稀释血液 从而在遗体程度上 防止血栓的形成 第二个呢 就是海带 海带呢 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海带呢 是属于海产品 而它有咸的成分 咸味在中药里边 它具有着软肩散结的作用 你如果血管有堵塞血管壁的硬化 它具有着清除血管壁里边的垃圾 软化血管的作用 现代药理业研究呢 它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 抑制动脉中央硬化这些效果 第三个呢 就是红薯 研究发现 红薯中 具有一种不能够从挤压鱼肉里边获得的胶原 黏液蛋白 这种物质啊 有效的防止动脉中央硬化 在此呢 也提醒大家 任何的食补和茶饮呢 都不能代替药物 如果出现身体的不适的症状 一定要及时就医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儿 大家如果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随时来问我 用它煮水喝 头晕头痛都没了 经典的名方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最近呢 很多关注我的朋友啊 都在给我私信说 整天的头昏昏沉沉的 头晕目悬 是怎么可以缓解这个症状呢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 头晕头痛在中医上的分类啊 其中一种是由于 失困住了清凉之际 不能上升 而出现的昏昏沉沉 头重如果 这个明显的症状 而且这个情况呢 在阴雨天的时候还会加重 今天呢 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子 大家记住 点赞收藏起来 转发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 用白竹天麻 半下陈皮 来煮水 待茶饮 这个方呢 就是中药里的名方 半下白竹天麻汤 它专门是治疗 失着上蒙 上蒙轻翘 头重如果这个症状 如果你每天坚持喝上两杯 早晚各一次坚持喝一段时间以后 头上的湿气就会烟消云散 头晕 头疼 这些症状也就慢慢的缓解了 来开水里加两个宝 心肌缺血 效果好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屏幕前的你呢 是不是也经常的会感觉到 呼吸困难 气短 心悸 心慌 容易疲惫 如果有的话 你要认真看完这个视频 一定会对你有帮助 这些症状呢 很有可能就是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 那么怎么改善心肌缺血呢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妙招 简单又好用 有两杯要组成 人人都能吃得起 它就是党参和红枣 党参是意气健脾的 补肺生精 它的作用 而红枣 大家都知道啊 是补气生血 养血的功效 所以这两个搭配 刚好是气血生补 还起到一个double的作用 两个要搭配起来的效果这么好呢 又是我们日常里边常用的 钥匙同源制品 安全有效 这里边呢 我没说剂量 要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用量是不同的 如果你也想用这样的方法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 跟我说一说 我来帮你分析 适合你的剂量 砂锅熬两位也要 疏通血管 浑身轻松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的这两位要 主要就是有 意气活血 通弱 去瘀的作用 对血管的硬化呀 血管的狭窄呢 有一定的疗效 建议呢 点赞 收藏起来 防止滑走 你就找不到了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 有脑梗或关心病 血管狭窄 动脉硬化 一定要记住这两位要 它对疏通血管 活血通过 有非常好的帮助 第一个要呢 就是红花 它具有着活血 化瘀止疼的作用 第二位要就是穿胸 穿胸是血中的气药 有行气 活血止疼的作用 所以这两个要搭配起来呢 软化血管 去瘀 活血的力量 还是相当强的 减少了动脉斑块的形成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点我的头像 把你的具体症状发给我 我会抽时间呢 给你做一个整体的全面的分析 来解决你的实际问题 简单的小方 泡水喝 降血压又降脂 便宜还有效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知道呢 很多的朋友呢 会因为血压高 血脂高 而饱受各种血管疾病的困扰 今天咱们就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 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降血压又降血脂 还能够防治关心病 具体的方法是 用萝卜麻叶 山楂 无味子 各15克 冰糖 适量 一起泡水 或者是煮一下啊 萝卜麻叶呢 味是五的 凉 能够帮助我们清热 泄火 降压 利尿 强心 除了能降压以外 对关心病的治疗 也有很大的好处 而山楂呢 是化淤血 通经络 能够帮助我们 健脾行剂降血脂 是治疗高血脂症的常用的药物 五味子 能够生经脸汗 滋补脾肾 中医认为五味子呢 它具有五味 酸苦 甘心咸 那五味就入五脏啊 所以它对五脏都有调节作用 对改善老年的心血不足 心气虚 这些症状 都有很好的疗效 方子虽然好啊 但以上这些配五 都是经过专业医师辩证而定的 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用量用法有所加减 如果你也有高血压呀 高血脂关心病这些问题 可以点我头像 发给我 我看到以后呢 会给你做指导 点上关注 我会持续给大家分享 简单实用的健康小知识 红糖配遗物 顽固形的血栓自然消失 不用瞎折腾啊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有血栓问题的朋友呢 一定看完这个视频 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检查出血栓 一般都比较恐慌 害怕这个血栓堵塞 引起心梗 脑梗 大家先不要焦虑 我来给大家分享呢 一味重要 化血栓的效果很好 中医呢 说血栓呀 血管堵塞 血管的斑块 其实呢 是和寒凝血瘀 有着很大关系 因为寒就造成了血凝 温就能使这个血瘀的消散 经过药略上说呢 寒呢 是阴血容易伤身体的阳气 而气呢 就是为阳 血是为阴的 气为血之帅 血为气之母 气可以推动着血液 在经脉中去运行 而寒血内寒了以后 损伤了我们的阳气 阳气不足 就没有力气去推动 这个血液运行了 就容易造成血栓 所以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这个方 就是红糖加上三七 三七性温 肝 微苦 补血 活血 直血 这样双向的作用 抗血栓 这是现代药理研究 还可以增加免疫力 我们都知道三七啊 一般是给它打成粉去吃 因为它容易吸收 吃三七的时候呢 加适量的红糖 这样呢 就可以起到一个 让三七更好吸收 而且温就能散寒 这样的作用 如果屏幕前呢 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来告诉我 我来帮你辩证 是否适合吃这个 红糖配上仙人掌 对付血管的堵塞 有奇效 简单又好用 大家好啊 我是赵一浩教授 血管的堵塞 不用再怕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 便宜又简单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是用仙人掌 加上红糖 仙人掌呢 可以起到 行气活血 凉血直血 解毒消肿的作用 而红糖呢 是益气阳血 正好纠正了 仙人掌的寒凉之性 两个药配合在一起呢 泡水喝 对于清理血管的淤毒 效果非常好 还花不了几个钱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么几点 第一 仙人掌呢 如果你是脾胃虚寒的 要慎用 第二呢 处理仙人掌的时候 不要拿铁的东西 对仙人掌 它会产生化学的反应 第三呢 如果你自己处理 仙人掌的时候 它的汁液千万不要 入到你的眼睛里边 这样会造成眼睛的伤害 仙人掌呢 我也给你打听清楚了 在网上买好一点的仙人掌 也有干品 可以泡在水里 煮在水里边 这样用 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 或者对自己的病症 也拿不准的话 我来帮你分析 看看哪种调理方法 更适合你 茶杯里放三个东西 脑梗去无踪 滑走就找不到了 大家好 我是赵伟浩教授 今天教大家一个方 又便宜又有效 点赞收藏 分享给你身边 有需要的朋友 那这方就是 单身 恶根 穿胸 这三味药 把它一起煮水喝 配无使用 可以有效的降止通脉 活血化瑜 去风止痛的效果 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 对改善动脉硬化啊 脑血栓啊 脑出血啊 关心病 心脚痛 心脑血管的疾病 都有好处 关注我 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血管堵塞 下一个好的就是你 千万别滑走 血管堵塞的朋友呢 不要再到处去问了 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如果哪位朋友 有动脉硬化 血管斑块 血管狭窄 这些血管疾病的问题 不要再四处求疑问药 从现在开始 我将在平台上 为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如果你也有动脉硬化 血管斑块 血管狭窄 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的话 关注我 点个小红心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你可以点我头像 把你的问题发送给我 我来为你选择 最适合你的健康方案 血管堵塞 试一试 白萝卜加单身 真的是很厉害啊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首先啊 咱们说说白萝卜 白萝卜到底能不能和中药一起合用呢 其实啊 这要根据我们临床用药的情况而定 萝卜本身 它是可以通气的 白萝卜既然能够理气的作用 和单身 它是不是更好呢 针对着心脑血管堵塞的朋友来说 白萝卜以单身进行配舞了以后 萝卜的破气通气的作用 单身的活血化鱼作用 把它们放在一起去煮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我们清除血脉中的垃圾杂质 从而去减轻中风啊 关心病啊 动脉硬化出现的这些后遗的问题 如果血管堵塞的朋友 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但不要想着它是可以完全治病的啊 如果想彻底的治疗心脑血管的疾病 还得在专业中医师的辩证以后 进行全面的调整和治疗 如果你也有血管堵塞 或者是其他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可以把你的情况发给我 我会抽时间进行回复 血管堵塞70% 一味药每天吃一次血管通畅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呢 血管堵塞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要怎么治疗才能够不花冤枉钱 我们都知道血管堵塞是很危险的 严重的就是堵塞了心血管的冠中动脉 如果出现了狭窄硬化栓塞 心脏的随时就会有心梗的危险 那该如何让这个血管通畅呢 可能很多人第一选择就是去放支架 或者个球囊扩张 不少花钱 而且有的时候呢 不一定能够缓解症状 这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人了啊 从中医的道理上来讲呢 这些疾病无外乎就是血淤堵塞了血管 同时还会有弹拙 那中药的疏通血管呢 并不难 有很多便宜又有效的中药材 气血充足 经络畅通 就能够把堵塞的部分充该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味药材 这个呢 就是姜黄 它对于气血淤质 血脉不畅的 胸痛血管堵塞有很好的效果 之前呢 有一个患者血管堵塞了70%啊 而且血脂也偏高 它有一个明显的症状 就是核心相对应的后背啊 怕凉还有疼痛的感觉 那我在这个方里边就用到了姜黄 而且呢 还叮嘱他 在近一段时间里啊 多吃一些咖喱的食材 比如说咖喱鸡啊 咖喱炒饭啊 因为咖喱本身的主要的成分 就是骗姜黄 经过这样的一段治疗以后呢 它的血脂呢 也慢慢的下降了 血管的堵塞呢 也慢慢的畅通了 症状上头也不晕了 后背的疼也解决了 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由此可见呢 姜黄对于心肌缺血呀 血管堵塞呀 对于降血脂 抗血栓 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最后呢 要提醒大家 姜黄呢 怎么样的搭配其他的药 用量是多少 是需要根据患者的情况 来辩证开方 整体治疗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不能盲目的去用药 当然了 食物呢 你可以适当的试着吃两天 这个没关系 如果你想知道 你怎么样搭配 更适合你 可以给我说一说 你的具体情况 血脉不通 手脚麻木 两位要帮你打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脉不通呢 经常会出现 手脚麻木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今天我来教大家 如何来疏通血管 让身体变得轻松 方法很简单啊 点个小红心 我来告诉你 就是用红花和陆陆通 这两位要煮水喝 红花我们一定最好用脏红花 它不用煮泡就行了 所以我们需要煮水的是陆陆通 用量呢 基本上10克到20克之间 煮开了以后 我们喝的时候 水倒出来 放上两三根脏红花就足够了 这两者搭配呢 输筋通落 活血化月 打通血管 改善手脚麻木的症状 但是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在你用量 用药方面 是有差异的 不知道自己如何来用量 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 我来帮你辩证 要想脑梗不偏瘫 记住下面这四位药 今天呢 我来告诉你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其实传统的中药 是能够改善我们脑梗 及其脑梗后遗症 而且效果是很不错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先收藏起来 防止你用的时候找不到了 下面的这四个药呢 活血化鱼 行气通落的作用 是在我临床用药上 特别常用的 一个呢 就是黄旗当归 川胸 骗马 黄旗是能够补气的 气形和血形 那当归呢 是补血的 它不仅是羊血 补血 还能够活血化鱼 通经络 川胸 它是上行于头的 它可以活血化鱼 所以像脑梗的这些病症呢 川胸是必用制品 但是记住了啊 川胸的用量 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酌情来用 切麻呢 是一个常见的 西风止经 平易肝阳 去风通落的 它不用跟着药一起吃 一般情况下呢 你可以早点的时候 把它蒸冷 当食品一样吃 这样既可以保存药效 增加药效 这四个药搭配起来呢 喝上一段时间以后 脑梗遗留下来的 手脚的麻木啊 口齿不清啊 腿走不了道了 画圈啊 这样的情况 就会得到明显的好转 整个人呢 也会精神了很多 如果你也有脑梗方面的 这些问题 不要再耽误病情 你可以把你现在的具体情况 跟我说一说 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我来帮你辩证解答 至少加一宝 血栓消除 脑梗绕倒走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像脑梗啊 脑血栓啊 高血脂症这些 他就怕这两个药 牢牢的记住他 问题很快就会解决 很多的患者呢 花费大价钱 托人去买各种的国外的进口的保健品 进口的药 那还不如用中医的方子 不仅对症 而且还价格便宜 我从事临床工作40多年 看到很多的患者 真的是被这些医药高昂的费用所困扰 感到非常的痛心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既便宜 又有效的中药搭配 希望你能记住了 收藏起来 如果你是我的粉丝朋友的话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向我提问 对于血瘀气质导致的这种心梗 脑梗这些问题啊 赤勺是首选 它可以清热凉血 行瘀止痛 赤勺如果再加上三期 那效果会更好 常用来改善瘀血组织 引起来这些血管堵塞 起到一个更好的活血化瘀作用 赤勺如果加上单身呢 清热清肝火 养心血 安心神 痛经络 有活血去瘀的作用 用于这种血管堵塞 血管的狭窄 都是有很好的效果 如果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可以点上小红心 把你的具体情况告诉我 我来帮你看看你适合哪种方法 通血管治脑梗 只要一顿饭前 实用又简单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如果你也有脑梗后遗症的困扰 看完这个视频啊 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今天呢 我就把临床上常用的小方子 分享给大家 这个方的成本呢 是你一顿饭前 你可以点亮小红心收藏起来 免得用的时候找到了 这个方子啊 就是 陈皮 天麻 单身 各时刻 山楂五刻 三七 三刻 再加上西洋身 这样的方法 可以起到一个活血 补血 中精活络的作用 每天喝一次就可以 缓解你的血管 堵塞呀 血脂膏啊 心梗 脑梗 这些情况 但是需要注意呢 中医讲 一人一凡 辩证失智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 适不适合这个方子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来帮你辩证分析 关注我 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